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重金属 抗生素 保鲜剂和孔雀石氯等检测 并且检测烹饪小龙虾的底料是否含有硬素壳 本次共检测125个批次 结果发现20多个疑似阳性的结果 食欲家龙虾店的龙虾均有问题 孔雀石氯是一种杀菌剂 是无公害水产养殖领域国家明明禁止添加的 而南肤西林是一种人工合成的抗菌药 长期收入会引起各种疾病 看来现在吃小龙虾都不能放心地去吃了啊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奉典微博的全部内容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想看到更多有趣的资讯 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只要掌描屏幕左边的二维码就可以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明天再见 by bwd6